另外水泥股914徐先生就說他想部署入 他現在沒有貨 他說想看看如果未來半年怎麼看914 最大風險會是什麼呢? 如果真的想入的話應該看哪個價位 其實最大風險就是內房仍然是有很多債務危機 可能越來越多債務 內房都是處於一個惡性循環 賣不到房子,然後動工量不差 水泥的需求約就跟著跌下去 所以你說短線同樣地水泥股的追溝壓力 都會是比較大 你說要薄薄海螺水泥是可以的 但是你會拿40元來做止泥 你買完之後 可能暫時這三毫子沒了你就要走 所以問題就是這些市況不主張大家入市 就是指示位不知道在哪裡 你沒有什麼特別安全 跌在上來的時候對比市況上面 海螺水泥其實你看高位跌 你看很多支陰燭 45元跌下來 但是已經在跑人的市 這段市況恆指是由25元跌下來 跌了差不多接近4000點左右 差不多1.5元左右 跑贏了 所以水泥股暫時是安全的 因為現在市場在害怕的事情 很多時候都不關水泥股 但是不關事 不代表它可以逆市升上去 逆市升上去是什麼呢 是要直接在烏鵝中間受惠的股份 譬如之前說什麼 金礦股、油、中壢那些 但是都不會升得多 那些的升幅真的很輕微 所以你說這一刻你駁水泥股 你主要怕的問題就是水泥 那些內房的行業問題 內房的問題我覺得還沒遇過天青 所以我覺得都不需要這麼心急去埋著 他在超過神的電影 提到所以你是斯坦 你沒想到 那些下車 你沒想到 你還沒放棄看看 晚上 臨到 起來 ني 是